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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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個月就是聖誕節 不少的特色餐廳 都已經準備了 淋淋種種的菜式給客人品嘗 菜單上總有一款 是適合你心水的 而我今天來到的這間扒房 它就反其道而行 菜單上只有一款牛扒 但是吸引到不少人光顧 就讓我帶大家看看 究竟它有什麼特別 距離格萊斯頓酒店 只有幾部 位於Queen Street West的Jay Stick Fries 於今年4月開業 開業超過半年 已經少有名氣 全因它高水準的食物質素 和優質服務闖出名堂 餐廳佈置優雅 環境比較昏暗 坐下就有服務員 問你牛扒的成熟程度 所以就不會出現選擇困難症 要左思右想哪一款才適合你 餐廳以人頭為單位 提供四道菜的餐點 一欄新鮮出爐的麵包 沙律和餐湯二選一 沙律配上自製的檸檬香醋 和蜜棧核桃 算是甜甜不開胃的 南瓜湯以新鮮南瓜熬製而成 淡淡都是南瓜熬 口感豐富 主菜是10盎司的加拿大AAA級牛扒 配上自製的黃油八耳內醬 口感一流 盤下面有一個不鏽鋼蠟燭台保溫底座 幫牛扒保持適當溫度 客人不用因為怕牛扒放冬 而狼吞苦煙 心思很細膩 薯條相比一般快餐店更薄脆 加上無限量供應 如果你是薯條熬的話 一定會吃上癮 兩款雞味酒Twilight 和French72 味道很清新 酒感不重 小編特別推薦五層的紅絲絨蛋糕 海綿質地厚實 而且不鬆散 每一層中間和蛋糕的外層 都比白朱古力所包覆 每一口都在嘴裡融化 為整個晚餐感上天花 餐廳將會於12月推出節日限定菜單 如果你都想一嘗它的特別之處 又想和你的另一半共享街節的話 不妨試試它吧!